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市场受到科技股的拖累 大幅回荡 华尔街对于本周科技巨头采报是如何解读 此时投资人又该如何调节手中持股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 圣安集团首席执行官刘秋莹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美股的最新走势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圣安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刘秋莹女士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近期美股市场的最新走势发展 秋莹你好 本周进入了密集的财报公布周 许多科技巨头陆续在本周公布了财报数字 那截至目前为止财报结果来看 企业对于通膨的反应如何 是否有影响到企业的获利能力呢 主持人您好 科技巨头的财报是表现分化明显 各行业和企业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广告相关的谷歌和Meta明显受到了俄乌冲突 通胀 短视频崛起 以及数据隐私新规的冲击 收入增幅出现放缓 谷歌第一季度的收入为2020年底以来最低增速 同比增长23% 上个季度的同比增速为32% 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那其中YouTube广告收入不及预期 这也是受到了TikTok等短视频的冲击 公司表示将把YouTube用户增长 短视频YouTube Shorts的广告业务 作为重点发展项目 以提振接下来季度的营收 同样受到俄乌冲突的还有Meta的广告业务 第一季度也是不及预期 令市场满意的是日活用户并没有出现同比下降 而是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 总体来说Meta是好坏参半的一个季度 但是盘后股价一度上涨了约20% 也侧面证明了市场对于公司还是保持乐观态度的 周四盘后苹果和亚马逊分别发布了财报 苹果超预期盘后股价是先涨后跌 第一季度苹果创造了最佳的非节假日所在的季度表现 收入和盈利比华尔街预期更加强劲 同时也承认是无法摆脱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的 持续的疫情影响了消费者的需求 第二季度同比增长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同时苹果退出俄罗斯市场也将影响二季度的业绩 高通胀是另一个负面因素 苹果在密切关注着当前物价的走势 来决定是否要改变之后的定价策略 那苹果一直注重投资者回报这一块 这次也不例外 本次将股息提高了5% 于5月12日开始发放 并将股票回购计划扩大900亿美元 亚马逊是受到了通胀和购用链的严重影响 意外亏损和营收疲软令市场担心 造成亏损的重要原因 是亚马逊持股的电动车Ravian的股价 持续的下跌 给亚马逊带来了76亿美元的亏损 Ravian的另外一大股东是福特 同样也是损失惨重 在营收方面 AWS在第一季度表现优异 但出现放缓迹象 第一季度公司是通过提高利润率 来抵消北美和国际部门的损失 下个季度想要投资人满意 还需要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 那简单总结一下 科技巨头面临的共同挑战是高通胀 俄乌冲突导致退出俄罗斯市场流失大量的用户 以及持续的供链问题 这些将会持续影响第二季度的表现 那这些公司给出第二季度的指引 对于股价走势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一方面 苹果的做法比较保守 疫情以来是连续九个季度 都没有给出下个季度 以及全年的指引 好的 那么四月份已经接近尾声了 主要股指在四月份表现 其实相当的疲弱 像是纳指跌了大约11个百分点 标普白指数跌了7% 道指也回落了大约3个百分点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您觉得就算财报的数字正面的话 对于股市能够产生支撑的效果吗 最近股市的反应也表达了市场对于美联储 大幅加息的担忧 如果五月之后市场继续快跌急跌 美联储可能会调整加息的节奏和幅度 以避免出现大量抛售和美股大跌 所以五月的会议以及市场的反应 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那大型科技公司作为权重股 会影响大盘的走势 遗憾的是本周发布财报的几家公司 出现了一定的业绩上的分化 那市场呢 也是以担忧和谨慎的情绪为主 这也是不利于纳斯达克的上涨的 好的 另外科技股近期表现是相当的疲弱 这个科技股呢 已经从高点累计下跌了约20% 其中像是Nephex的跌幅又是更深了 您怎么分析这个科技板块组区呢 科技股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疫情股需要调整策略 以提高用户增长和留存率 奈飞丢失了订阅用户的一方面原因 是去年在美国市场达到了相对饱和 再加上退出俄罗斯市场丢失了70万用户 使得上一季度出现了净流失 令人担忧的是这个趋势可能持续下去 奈飞在几个月前已经提高了订阅价格 来保护公司的利润 那之后要如何应对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广告相关的公司需要对短视频的威胁 做出有效的策略 比如说推出新的软件和产品 那Meta一个正在开发的蓝海是元宇宙 接下来几个季度可能会看到更多 关于元宇宙的技术和产品的更新 苹果亚马逊和特斯拉 是面临着供应链的威胁 除此之外 高通胀带来的成本压力和定价策略的改变 也是今年所有公司所面临的挑战 这也和美联储的决议高度相关 第二季度对于科技板块来讲 还是充满挑战的一个季度 那么最后还有什么需要补充提醒 投资朋友们应该要特别留意的 目前欧美很多国家已经取消了口罩令 这对于旅游出行服务业和娱乐业是重大的利好 Visa和美国运通的表现 也说明了国际旅游消费 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会迎来上涨 邱银表示 本周科技巨头密集的财报表现分化 谷歌Meta以广告收入为主的科技公司 受到恶物战争与通膨影响 收入成长是大幅的放范 而苹果公司仍然是公布了超出预期的财报 但是亚马逊的财报就受到了供应链的冲击 表现不佳 邱银指出 科技公司在第二季度将会持续受到了通胀 还有供应链问题的冲击 仍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而股市近期表现疲软 主要是反映了美联储加速升息的预期 邱银认为如果五月份股市是持续的急跌的话 那么美联储或许会放缓升息的节奏 接下来投资人应该要多留意的是 国际旅行出行消费各股 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将可能有机会迎来上涨的走势 好 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投资朋友们做个投资上的建议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